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本次为了留言问与答环节 后台看到有人希望我讲的游戏 第一款最近也是狂丢广告的 白鬼御妖师 台湾官方FB说这四款 日本原厂研制 但却又不跟你说这是哪间厂商 就连载入的时候都没有显示 这跟某些总碍打折 赞板授权的厂商差别在哪呢 套具中国人的名言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但我敢肯定是会骗台湾人的 真的是为了割韭菜 画虎烂无所毁庸其极 酒系在中国叫做摩卡联盟 开发商是号称 日本原厂的中国海自由网络 该公司目前已经促销了 但负责人有成立另外一间 玩乐互动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广告代理商是谁呢 义亨 啊那没事了 顺便提醒一下 叫装成台湾的代理商 记得繁体资料打对 这边跟着我写 联系版权 实际运营商为中国的 红弹岛 游戏最早在2020年上架 美术画风是直接抄袭 网易旗下的 营养师妖怪屋 都是走这种日式的简直风 不过一比较就看得出来是很廉价的低配版本 而角色就是直接参考营养师系列 像这个头接那个角 就是抄但又不完全的抄 反正只要不一样你就拿我没辙 而且甚至当时的营养师妖怪屋 都还没有正式公测 就直接被抢先上架了 一种先上先赢的概念 不过因为太多雷同的元素被玩家举报后一度下架 现在的版本已经是经过几度进场在改造过的 而当初有争议的角色不是不见了就是微调 现在也没办法直接做对比了 除非是营养师的老玩家 不然是看不出来的 目前能继续在B站的广告推中继续推送给玩家 反正这些FB、YT、IG等平台 只要有钱拿想推送个 柬埔寨有趣无回旅游广告也是真真待旧 那毕竟是超皮不超古 很多内容并不考究 像所谓的士神通常贩指日本的鬼神 结果在这款游戏中变成一堆中国的牛鬼蛇神跟历史人物 反正抄袭不用带脑 考究什么放一边 最后再包成成本最低的换用放置玩法 就完成了一款厂商的炼金术了 反正韭菜一样玩爆客烂 第二款死神 羁绊之刃 游戏的台湾广告代理商是艾比游戏 实际营运为Damogans 依照江湖传言是中国星火纪元的子公司 国际服的发行商为中国的绿洲游戏 至于2000是否存在某种量子纠缠 暂时我是没有查到太多关联 游戏为绿洲游戏 与日本巨翼共同开发而成 包含目前正在广告的 《一拳超人 英雄之路》也是走同样的模式 而目前《英雄之路》的国际服平台收入 大概在1000万台币左右 比台版的《一拳超人 最强之男》 少大概一半 不过目前《一拳超人》第三季动画 确定会推出了 感觉这个IP还可以再撑一阵子 而Damogans代理的台服 目前正在疯狂打广告中 作为曾经被《一拳超人》更裤的小韭菜 我下支影片再来讲那款新作吧 而这款《史神》早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 国际服为2020年3月25日 台服为2021年的4月6日 游戏玩法基本上就是《一拳》的翻版 依照现在的我来介绍 不管是从影韵或者游戏性而言 肯定就是反面推荐的 而现在该退坑的应该都退坑了 就不过多讨论这款游戏的玩法了 目前也是完全摆烂了一段时间 FB除了丢福利马以外完全没有活动内容 但为何完全不更新活动呢? 还真的不知道呢 国际服FB一对外国人留言 但也是获得各种以读不回 也许是与日方的授权出了问题 或者是被中国的特色管理制裁 导致产能受到影响 但即使是这样什么都不做 上个月的累积营收 已有大约2000万台币 真的是各种粉丝用爱让游戏继续发电 不够算算平台抽成、IP授权、海外推广等成本 实际经过层层瓜分后的获利应该并不高 也或许是这样导致后续无法持续做活动 而另外最近与日洲游戏相关的新闻 就只有原本的大股东天省于乐 因为这几年的营收并不如预期 所以早在去年就将股份转让给其他公司 当时是以34亿人民币高价买入 结果以9亿人民币见价卖出 真的是血亏啊 最后不得不说 死神BBS是直接海放这一款 结论 看透本质、发觉真相、换位思考、豁然开朗 这些IP包装的游戏都只是成迷雾 你必须等雾散了才能看透真相 跟我之前介绍的买IP厂商一样 都并不是想要认真的营运游戏 只是想借这股IP狂潮快速获取暴力 以前我也是看各种YouTuber玩得很爽 然后他们各种推荐 所以我也跟着了老乐跟风 但有天我醒来后就会发现 我到底是玩得撒小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认识